很多年没有拍戏了 我清楚地记得 我最后一天拍戏是 2017年12月12号 然后我到现在 对 然后都还保留着 那张杀青照 其实说实话 我活到现在吧 活到现在 对 就是活到现在 做过最后悔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去整容 12月19日播出的 《我就是影音》中 张萌登台表演 有网友再度提及 张萌插足刘雨昕 以及男友的旧事 引发争议 20日张萌在微博发文 再次向刘雨昕道歉 称感谢对方当年的大度和宽容 她已经为年少轻狂付出了代价 当年的幼稚无知 也会像一把尖 显在我的头顶 让我警醒 她还提醒所有的女孩 不要恋爱呢 不要无知者无畏 我的下场就摆在这里 看看苍天饶过谁 2018年5月 张萌在微博发文 就插足于是套歉 刘雨昕则大方回应称 时过境迁 很多事早已释然 接受你的道歉 也相信曾经你也受过伤害 虽然做不了好朋友 但也愿意尝试做朋友 希望这些过往就此了结 游文速定整理报道 喜欢就订阅呗